跟大家分享兩篇文章 都是有關新物種的發言 第一篇就是第四次全國中藥資源普查 發現了最少196個新物種 這次工作共採集了植物標本超過150萬份 而其中有三個新屬和196個新物種 已經在著名的期刊上發表了 老葉不是讀生物的 這些真是不懂 但滿意可這裏見到 它有三個所以屬於什麼 我只是不知道它說什麼 又分開幾粒真菌 什麼大堆 滿意可反映出一件事 就是中國現在的生態環境是有所改善 或者已經非常好 所以很多東西都分開了 於是就多了植物 於是科學家又可以研究一下 這些新的植物在醫療上有什麼其他用途 這就是植物 另外這一邊在奇連山國家公園 青海片區 亦都發現14種新的昆蟲 包括中國新紀錄10種 這裡我和大家做了一個黃色鑑 在奇連山國家公園 青海片區紀錄到 昆蟲和豬型動物 18目 1805科 442屬 679種 我真的不懂 這些分類 發現昆蟲新類14種 中國新紀錄10種 青海新紀錄228種 亦都反映出奇連山國家公園 青海片段是一個非常有顯著差異的地方 有特殊性 所以作為國家公園 這是一個非常聰明的做法 亦都一樣 反映出現在中國生態環境 有非常大的改善 所以才可以發現這麼多新的物種 看看它有沒有發表 這裡應該是新物種的標本 調查發現 昆蟲群群羹有600種 豬型的羹有79種 其中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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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老師有真不懂 中國的新紀錄10種 etc 我只會看數字是10種 這裡是228種等等 唯一我可以說的是 中國現在的生態環境的確改善了非常之多